所以又同修至今 是不是各自念佛 听经读经 无需共同研讨勉励 这是看修学环境 如果有这个环境 应当共同在一起研讨互相勉励 这才是真正志同道合的同修 大家在一起决定没有杂些一些话 勇猛精进 这个样子自然时间到就会成就 这句话是你说的